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條非買品已買入 這次跟大家來到Brandwood 又是很熟悉的一個社區 為何會做這條影片呢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首先我們這個area 這個屋苑叫做Solo 我們在Solo第二座2017年的建築 這座好像是 我有買入過買出過 但沒有跟大家在YouTube上分享過 也借這個機會 會跟大家逛逛這個屋苑 因為Kerry慢慢發現 我們做了地產經紀這幾年 原來累積了很多不同屋苑 例如說都講到異熟能詳 上一條影片有W1 Amazing Brainwood Conquer Brainwood Richmond 我們在YouTube上分享了很多內容 但其實都會很亂 大家如果想找特定的地區 其實比較難找到 我們的網站就不斷地在這裡改版 以及做一些綜合的內容 方便大家如果其實已經心目中有一個區 或者想知道那個區 Kerry分享過什麼 或者有什麼看的 其實就可以上去的 Solo是我們有買過多 但拍得最少的一個卷 所以趁我們幫一位客人 買入了一個很順利的三盤單位 我們就進來看看這個Hometour 又看看環境 順便又可以看看 我們差不多兩年前 2022年頭 賣過Brandwood 前面這個起重機的位置 就是在建Tower4 Solo4的一個建築更新 這個位置就不太看到 剛剛好被前面的花園擋了 我們待會下樓和大家逛街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的更新 一口氣說了很多 我們先說一下Solo是一個什麼位置 其實它都是Brandwood 屬於很黃金的屋苑位置 方向前面是向南 所以大家看到那邊 遠處一排的屋子就是Metro Town 最高最密集的位置就是Metro Town 基本上是商場那裡 向西邊Central Park那裡的工地 就是Bosa的Central Park House 那裡就是Patterson的站 所以這個向南的景 就會高於前面 然後一直看遠一點 向東的話就已經看到Sky Train 站了 大家可以目測看到 我們這一座跟Sky Train 站的距離 是兩三分鐘 基本上是過一條馬路 就已經可以走到這裡 然後坐兩層電梯 或者是走兩層樓梯上去 就是Sky Train 站了 然後Sky Train 站直接可以搏過去 就是Amazing Bramwood 那個mall 所以其實我經常說 大家如果想考慮Brandwood的住宅區的話 基本上最黃金的三個屋苑 我們看到了 一個是Amazing Bramwood 他們2019、2020、2021年建了三座 這個屋苑唯一現在的缺點是沒有冷氣 因為當年起得太早 我們也有一個兩房單位是放售的 是55樓高層 另外那邊的位置 稍為遠一點的就是Concord Bramwood 四座都是今年和去年落成的 最新有冷氣 裡面的會所最美 但位置就差一點 遠一點 Solo這邊也是另一個最接近Sky Train 站 我們這個單位是東南角 所以採光比較好 今天是陰天 而且單位特色是有大露台 下面那一層 已經是其中一個會所的部分 即是中央花園 樓上還有其他會所 我們在外面看完之後 就跟大家進屋看看 這個單位其實有兩個露台 這個是客飯廳露台 還有一個主人房 都可以延伸出去的露台 為什麼這個單位很順利呢 首先它是一個三房的單位 三房兩次 而且是真三房 不是很多現在 我們說的三房 是第一第三間房 可能沒有窗 或者很細 它的價位 我們先說價位 講到筍盤 大家都想有一個比較的價錢 我們幫業主 就是在110萬以下買回來的 在同區帥仔屋苑來說 即是三個屋苑 Amazing Brandwood Solo 以及Concord Brandwood 能夠在110萬以下買到一個三房單位 其實都真的 完全是不會用貴來可言 而且尺寸是有1000呎 這邊就是大的廚房 客飯廳 然後這間房 另外兩間房 稍後會和大家看完全部 那為什麼110萬便宜呢 有些人可能聽到很貴 其實我們要分享這個區 因為這個區 大部分樓都比較新 我們2017年的Solo 2 已經算是有少少進入了舊 但又沒有去到很舊 因為我們這邊起碼還有250保養 它2017年的建築 我們現在2024年 其實都只是7年 完全是不夠的 只不過是同區比較 192021 2223 感覺上是比較老少少 在那兩個屋苑那裡 110萬可以買到什麼呢 例如Concord Brandwood 大家看看成交紀錄 Concord Brandwood 110萬基本上都是買到 900呎左右的兩房 三房的價位是一下子跳到 8-5萬 8-6萬的成交 Amcord Brandwood這幾座 更加是貴的 因為它們是很少三房 它們整個plake 基本上都是四個corner 在兩房中間夾一些 一房或者junior tool 所以現在因為樓市差了 所以兩房單位可能都是90頭 間中出三房都要8-2-3以上 所以價位來說 如果大家想購買 8-1萬兩房價位 三房單位的話 這一座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當然單位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這位買家買入的時候 我們也有跟他分析過 他也有表達過 唯一覺得這個單位缺點 可能是客飯廳不夠大 但坦白說 以Carrie買比較多新樓的標準來說 這個在舊樓標準裡 是屬於小一點的 因為越舊的 大家知道格局越闊越大 但其實如果我們說 新樓標準的話 這個廳或者這個客飯廳 其實已經不算小了 我們有賣很多新樓 無論這一區或其他區的樓花 其實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三房單位可以做到這樣了 因為它其實是不夠深 但是整體來說 廚房是超級正的 因為它首先 它有一排的廚櫃台面 跟著中間還有一個長的中度 你洗手盆那些時候 你看著很漂亮的風景 這裡已經全部上面都是廚櫃 還未入住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儲物空間 上面是一條煙機 然後這裡兩邊都是有些櫃桶 一格小、一格中、一格大 這邊又可以放東西 然後當然美中不足的 就是抽油煙機 我們買家也說 這個可能遲早都要換掉 因為這個是微波爐 和抽油煙機二合一 抽力就真的會差一點 這是我們下一步的工程 這邊之外 剛剛說了中島 中島下面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個是洗手盆下面 電器盒Bloomberg 洗碗機 好了 還未完結 我的廚房有沒有發現雪櫃沒有了 以前的設計 廚房是比現在更加重視的 它沒有做廚櫃包邊 但是可以配置到一個 32寸的雪櫃 而且兩邊還有空位 大家可以再購入大一點的雪櫃 Fisher & Pekel 都是外國牌子 雪櫃之外 下面是冰櫃 這邊還有儲物空間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空間 去了storage 和廚房那裡 然後剛剛跟大家看了客飯廳 那景觀就一流 你基本上看到現在是很開陽的 向南metrotown景 一路就向東 就是conquer Brandwood 當然我們在一個城市最中心的位置 隔壁就是Brandwood Skytrain 你都會預期這裏會越來越多發展 譬如前面是我們差不多一兩年前 前面是Self Yard 這邊也有一個新項目 你看到這個綠色包邊 就是Brandwood Block by Grossner 這裡也會建一些高樓大廈 暫時這個Lock 是未有發展計劃的 所以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你始終都會看到Brandwood 越來越誇張很多高樓 我們剛剛也說 最近做了很多Skytrain Tour 我們下次由Gilmer 一路Skytrain 經過Brandwood 達到Hodom 大家就會看到 已經完全和大家想像中的溫哥華 外國地方是不同的 高樓是多到不得了的 這裡廚房進來這個房間 其實是屬於2nd或3rd屋 對於露台向南的有個衣� 剛剛還沒說這個單位 雖然是2017年 是舊過Amazing Runway的三座 但是是有冷氣的 所以說八一萬的價位 而且發展商是Bosa 所以說八一萬的價位 真的八一萬都不用 還欠了幾萬 這樣的價錢買到一個三房 開陽景觀 有冷氣 廚房又大 除了一個七油煙機 可能要換外 我也不太挑選到什麼毛病 而且走廊位不算很多 門口進來 這些房間 這邊是2nd bathroom 剛剛的房間可以用這個洗手間 也闊落的 有這麼闊的桌面位 下面還有兩格櫃桶可以讓你放東西 然後有浴缸 還有可以手抽下來的花灑頭 然後門口一進來 左手邊已經是衛兒袍的洗衣機乾衣機 還有雙門衣櫃 對 這些真三房單位 真的做了很多儲物空間給大家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放了一層 Linden's Closet 接著就是另外兩間房 這兩間房 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真的大 其實比我們現在賣很多三房都大 這個一定放到King size 它兩邊的電插座位是for King size床 而且你放完King size床 你這邊的床頭櫃 都絕對有空間 是可以再讓你出去露台 剛剛說了單位是有兩個露台 剛才那個是向南的 這個就是向東的露台 這邊你就更加清晰可以看到sky train站 以及可以看到Brandwood Mall 我們可以看到Amazing Brandwood的工地更新 那個是Tower 5 後面是Tower 6 Tower 5已經開始建住宅樓層 下面那些是推出的 我忘了是Manatees 還是Town Home 總之已經開始建上去 我們在放售的兩房單位 其實就是這座的55樓 向西南的corner 即是近我們這邊的corner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跟Carrie約來看 中間就是Brandwood Mall 靚靚仔仔 很modern的Brandwood Mall 後面就是舊一點 肉酸一點 我們這邊看過去 有些高高低低的樓梯 現在又開了黃庭 海底路 西餐 中餐 那邊是Tower 2 Tower 3 接著就是Concord Brandwood 這個露台也挺大的 這邊比較寬 主人房 旁邊是2nd bedroom 但就沒有access 這是我們主人房 這是隔離房 隔離房很特別 你看它的設計 它有三個面向 這裡有窗 向北 這邊窗向東 那邊還有窗向南 我們回到主人房 因為它是比較大的單位 三房 它的控制冷暖器分了兩個 一個是剛剛外面客廳 主人房自己也有一個 然後這邊兩邊 就是開門的衣櫃 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rack 然後 其實這個位置還有燈 可以光亮一點 之後進來就是4 piece洗手間 很長的一個洗手間 桌面空間 兩個sink分開 然後中間還有這些大櫃桶 給你儲物 然後這些位置你打開 還有很多space可以放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shower stove 纖維底座 這邊兩邊的石子和磚都不同 有些設計感 又是一個可以拿來花灑頭的shower 這些當年已經是這樣的 沒有框玻璃 很棒 然後這裡就是座廁 有毛巾架 很闊落的空間 其實很實用 然後最後這間房 就是剛剛說的三個面向房 這間房 其實如果大家不是真的要住滿人 這間房做書房很棒 看到很多東西 這邊向南的 這邊向東的 這邊向北的 有些山景 如果是我 這個放不到床頭 最壞 好像在設建 什麼 對 對 它設計不錯 很多其他發展商 可能就 東坡在這裡再開窗 就讓它閃閃 但因為它看回自己的露台 所以沒什麼所謂 這個就是衣櫃 這個衣櫃小一點 樓底其實也挺高的 應該是八尺半左右 你完全不會有那種很大的壓迫感 也不是popcorn ceiling 看起來很舒服 房間樓底比較高 中間走廊廚房 就是有些drop down 我們整個單位已經看完了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建築有什麼會所設施 我們來到這個三樓的平台 是其中一層的會所設施 它這一層最棒的兩樣東西 其實三樣東西 這些是party area 可以BBQ 這裡有一個超級大的gym房 全部是落地玻璃 看出來 後面還有一個outdoor的basketball court 有一個籃球場 其實Solo2 和我們之前和大家賣過的樓花Solo4 因為它是靠Wheel Langdon 所以它那個建築分成兩個session 分別它有自己住宅的樓層 好像我們這樣 整座有獨立的門口 另外它還有一層是商業建築 去到十多樓就沒有了 所以去到我們剛剛平台花園 就已經開始沒有商業那一層了 商業的commercial session 和住宅都可以share這個gym房 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這邊還有 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還有第三個 還有還有還有洗手間 還有充力訓練 現在做完Dream 記得不要走錯升軌 這裡就是辦公室的 slipped 就上不了去住宅 所以有很多部升降機 因為旁邊是商業 這裡的三部才能夠住在樓層 同樣地 過來上班的人 他們沒有我們這部升降機 其實這部升降機都用不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完全分開 整個建築樓高49層 很高的 49樓都做了一個空中花園 會所設施整個層 我們可以看完全景 快點 看到全景了 這部真的夠大家開外出派對 差一個泳池 剛剛看到的Metro Town 我們現在再高一點 這部是49樓的高度 我們剛剛是十幾樓的高度 很高 很高 原來這座椅這麼高嗎 是啊 49樓 上面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設計只有 應該沒有人住 這邊是東北山景 西邊我們看到前面是Solo One 那個好像更舊一點 13年 差不多剛剛進入10年 然後那三座黑色的就是Gilmore Gilmore Place 就直接坐在站上 那裡會開大統華 所以以後大家搬過來Brandwood 就不用再投訴沒有大統華 然後一路再過去就是下跌 那邊那些樓 就是向西邊已經是下跌 接著就是Stanning Park 然後海峽 今天是北溫西溫 看得很遠 旁邊有些房子很大 那些有些室內 我們沒有去看室內的 你想看看嗎 看看 剛才外面的樓很漂亮 看完 很大 高樓底 很大 高樓底 高樓底 還要打球 空中打球 對 還要打這個冰箱球 對 剛才忘記進來看 冰箱球桌 打球桌 你上來吃一頓飯 這個是不是賭卓 Games Table 看電影 有個Lounge 如果我住在Condo 每天上來吃Lounge 買個外賣上來吃 不是 你自己過來吃Lounge 不用付錢 你是預約整個Party Room 開Party 你才要給兩塊水 三塊水 有雪櫃有廚房 對 不要說上來煮東西吃 對 不知道 剛剛說了 Office 就是2025 Werlinger Avenue 接著我們的住宅 就是4485 Skyline Drive 這個位置有個Concierge 24小時 你要過來搞Forb 拿信 拿包裹 或者有什麼事要處理搬屋 那些 全部都可以過來 找前桌解決 Solo 2 就是這個建築 然後 我們現在下來 這一條是Low Heat Sky Train Low Heat 7號公路 這一條就很繁忙 大家 其實你下樓 其實上斜也可以 或者是這個商場 有個電梯 樓梯都可以上來 這個Low Heat 這裡的話 大家走去Sky Train 就是那裡過一條馬路 Amazing Brandwood Mall 就是那裡很多東西吃 哪怕你不去那個Mall 其實對面馬路 都有Pizza 熟裝 吃Burger 這個是壽司 然後有那個Soda 我們拍過的 你記得嗎 韓國東西 好像兩三小時去吃 然後有Social House 有Medical Centers 所以對面馬路已經有很多東西了 回到Solo這個屋苑 這裡最大是HOLD FOOD HOLD FOOD 裡面都可以吃東西 很多人已經在吃午餐 也可以買菜 我自己很喜歡來Bernwood 不如我們不是住在Bernwood 但是每次去Solo 或者Amazing Maraconda Bernwood 我都可以順帶來做買菜工程 去HOLD FOOD 除了HOLD FOOD之外 這邊對面還有Shopper's Joke Mark 所以大家如果要買化妝護膚品 棉花 洗澡水護髮素 藥等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解決 最方便是這間 然後前面有一個Liquid Store 喜歡喝酒的朋友 下樓就可以買啤酒 買酒 然後這裡 其實因為整個Low Heat是斜的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位就是Low Heat 7 大家會看到這裡要下一層 因為一直向下扯 Low Heat 一直到Bernwood Willingdon 下一層就會有其他 就是Skyline Drive在下面 HOLD FOOD到這邊可以進去 待會回去買菜 這裡有扶手電梯 你可以走樓梯 又可以坐升降機 就可以到中間Skyline Drive 就是這一條 那這裡呢 有些什麼呢 這個是Solo 4 Solo 3 立刻下來就有Starbucks 然後呢 就有牙醫 然後有些 不知道是不是吃東西的 不要那麼快 好啊 再做 然後這裡我們走一下 其實我都很少走外面 我們每次來這裡都是開車 然後要不就買杯咖啡 要不就去HOLD FOOD買菜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裡有什麼 為什麼有個廁所牌 不是啊 我是Waxing 的 OK 對不起 我剛才開車過來 我很遠遠見到有個廁所牌 是不是這麼大的車牌 有一個吃越南粉 這間越南粉很高檔 然後呢 這裡就是停車場 這裡很大的Retail Parking 要給錢 然後呢 我們前面呢 有個Cafe 有些東西吃Pizza那類的 它Solo 它地面也有些停車位 好像給錢下面也有的 所以大家過來這裡的話 泊車其實很方便的 然後這裡有個類似酒吧 有些Outdoor Area 那這條街一路下去呢 Cary之前呢 除了Amazing Runway有個兩放之外呢 我們前面那條街 這裡的後面呢 還有薄刀也有個兩放單位 就向西南和大家放牌 這裡呢 又有一間看起來挺漂亮的餐廳 看一下 看看這個吃什麼的 吃西餐嗎 不是啊 吃日本的 我看到很多炸豬扒 好像很棒 然後呢 我們上次呢 忘記了有誰 應該全部都吃炸豬扒 然後呢 這裡有一間餐廳 這是意大利餐來的 對 上次吃過挺好吃的 這裡有很多西餐 這裡 好了 又回來了 買菜 買什麼 我們通常去到Full Food 都是禮牌的幾樣東西 就是買一些有機的莓 紅莓 藍莓 黑莓 然後有那些有機的Kell 然後就是羊架 我基本上禮牌就是這幾樣東西 好 先開車 在外面 拿開去 當ixes 煸 燃燭